来来来今天来介绍一下 频道上很多朋友在问的 我到底是不是胁迫我的副驾驶 在每次过夜的时候 跟在我后面拍摄我 然后让我做影片呢 其实不是的 就是这个Hover Air X1 飞行相机 全部AI 然后呢 又很小 你看可以折叠 总共125公克而已 10秒之内就可以飞起来 帮你摄影 完全不需要手机来控制 然后呢 它的叶片包含在这个框框里面 也没有安全的考量 最高只能飞15公尺 它的画质是2.7K的30帧 本身的镜头有稳定系统 所以画面很平稳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 使用的方法 就几个模式 我很喜欢的 这个飞行相机 在2013年12月中 我已经买了 所以用了一年多 本身很有心得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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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我买这个玩具的最大用处是 让我的频道上面影片更丰富 所以呢 基本上我用的几个模式 就是一般如果用手机绝对拍不出来这样的特色 像这个Zoom Out就非常好 可以把你的画面 还有你的旁边的景色 游近渐远或者是游远渐近的表达 这个模式最远可以到9公尺 这个模式叫做Follow 跟随 然后它可以设定 你要让它跟多久 30秒 60秒 还是5分钟 或者是让它继续跟随下去 也有高度的设定 可以设定低高度 中高度跟高高度 速度方面呢 就算你骑脚踏车 它还是会跟着你 所以非常的棒 这个是跟随 它只会看到我 它会跟着我来 我如果转弯 它也会跟着我 因为它会知道我的人心 所以一般我现在绕圈圈 然后如果要撞到人 我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它是不会撞到 环道这个模式也是我常常用的 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风景 跟一个特地的地点 你可以让它做360度的环道 它也可以设定你要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高度 什么样的距离 不过要小心一点 你的障碍物 我这个影片就差点撞它那棵树 然后基本上撞到树的话 它会自己的降落 所以也没有问题 我很多朋友都带着遥控 无人机出国去拍摄很好的镜头 但是现在有GPS 很多地方是近飞区 还有加上他们需要 20到30分钟才能拍摄一个镜头 相对来说Hover Air X1就非常方便 从口袋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拍摄 这是很大的优点 也是我当初想买这个 飞行相机最大的考量之一 Bersa也是一个摄影不求人的 最好的模式 就说你看到一个地方很漂亮 你不晓得附近有什么 没有高高度 你可以用Bersa来观察 你自己跟地面上所有东西的 相对位置 跟不一样的角度来看 不过也是要注意高度 它最高可以飞到15公尺 15公尺是一个限度 还有Hover Air X1 也可以用手机来遥控 在手机的无线范围之内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上下左右角度的不一样 我觉得非常好用 通常我都把它用成是一个 固定的三角架 可以增加画面的丰富感 正面跟随是我比较少用的模式 因为我的正面不太好看 然后它也有一个 现在最新的模式 叫侧面跟随模式 自从我去年12月 入手Hover Air X1以后 它不断在更新 还有增加丰富自己的内容 然后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模式 我觉得这公司非常有诚意 我为了自己的频道 做了很多功课 找了很多摄影器材 目前这个飞行相机 是我最满意的 不论是你自己去旅游 或者是要制作影片 都非常的好用 大力的推荐呀 其实这个飞行相机 还有其他的模式 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玩的 以上介绍的几个模式 是我常常用的 你可以上他们的官网购买 还有如果你是在新加坡的话 可以到Lazada 如果是台湾可以到台湾虾皮 我把所有的连结都放在我的说明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建议大家是买那个COMBO 就是两个电池再加上一个充电器 这样比较划算 因为两个电池如果要替换的时候 飞行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 我的计划徒步环岛台湾 它将会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会利用它记录 我在台湾走路的各个地方 跟各个人事物 然后制作好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对这个飞行相机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然后最后我附上一个 电池的使用方法 跟大家分享 点ерб 点 mustard 点....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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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